那么首先,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对奇门登讲的本质有一个高度的认识 三点是奇门登讲的本质 奇门登讲到底是什么学位 一个是从他单身一直到现在大家公认的第一个奇门登讲的本质 它是一个天地人的模型 这是从古之进入这样的认识 它把天地人和用六十个参数构成了模型 那么实际上呢,用今天的话来讲 它是个信息模型,一个数理模型 也就是说,天地人六十四个参数里囊括了大量的信息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用数理模型的方法来推理的 这是第一个对他本质的了解 第二个,我们从公告层面来理解他的本质 那就是奇门登讲和I3的广义相对论是相于这个 同学们都知道 爱因斯坦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广义相对论 他认为宇宙界的任何事物的变化 都是思维一体的变化 就是广义相对论的主要理念 事物的变化,思维一体 那思维呢? 时空则能 任何事物的变化 带着自己的质量、能量在一定的时空下进行运动变化 因此我们讨论变化不能顾虑的 就说这个数在时空下运动了 你忽略了它本身的质量和能量 是风险透彻了很多东西给掩盖了 所以广义相对论接受了事物运动的真正的本质 而我们奇门登讲的每一个参数 都是表现出了时空正能 思维一体 譬如我们举例子 奇门登讲的有九星有八门 有天干地支 有八卦九宫 没了 你们来看看是怎么样 时空正能思维一体 譬如我们一星 显出九星之一 譬如天盆星 它主要反映的死令 是东基 死尾东 它反映的空间特征 也就是它的方位特征 空位北 它的质是什么 质为水 质为水 然后它的能量状态呢 那九星有望向心求起 这种状态 所以每一次运动的时候 它都带着这四个性质在运动 这是九星 我们举例子给你的感觉 然后下面八门 是以 譬如我们讲开门 来看看它的时空正能 它的时 同学们它的时间 开门功在什么时间 是以后 秋 它不仅仅是秋 也不仅仅是冬 秋 秋 交界之处 实为秋 冬 空呢 为西北 它的神呢 为京 然后开门同样五个状态 妄想修求时 根据它出现的不同时间 因为它本身 譬如时间在秋冬的 你现在换到另外的地方去 它本身是所经的 你换到其他五星的地方去 就出现了五种状态 叫妄想修求时 能量放弹 然后八神 之一我们具有意思 譬如 我们随便讲 藤蛇 藤蛇 他的辞令 最适合他的辞令 辞为什么时间 你们知道吗 辞为夏 夏天最火月 空呢 为南 他的直 为火 同样 因为他有五星 所以他呢 有能量找他 实际上就有五星的能量状态 也叫妄想修求时 有五种状态 我们再来看看 奇目里所现的天干 也是非常重要 天干 譬如天干之一 譬如我们看看 冰火 譬如家 就冰吧 天干的冰 什么意思 斑叉都拿走了 斑叉 这个太湿了 一下草写不出来 好 天干的冰 天干的冰 我们来看看 斑叉 石 也是为夏 空 也为南 人 职 职 职 为火 能量 同学们 天干的能量 是五个状态 还是十二个状态 十二个状态 十二个状态 能量十二态 我就不展开写了 同样地址 同样地址 也是反映 思维一体的 譬如领头的 直 这个地址 石 为东 空为北 直为水 同样 作为它那个五星 譬如直 直水 它的状态 我们通常也是指的是 妄想修修 就是五态 只有天干 我们比较细的 划分成为 能量的十二个状态 所以这是我们对 易经的 而不是对那个 奇梦里面参数的 从本质上来 把它搞清楚 这也是我们讲的 奇梦那家本质的第二条 它的每一个参数 都是符合 A3广义相对的 所以它的模型 是尖得起退敲的 当然 它终究还是个经验模型 只是新鲜案大 将来准确的概率比较高 你不能看成完全的理由模型 例外总是有的 就如同天气预报 不可能每一天都说得对的 就准备医生给人治病 不可能每一种病都能治好 但是概率是高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本质 与现最新的科学 量子纠缠护肝 下一句 就是说 奇梦顿家的每一个参数 不是孤立的 因为他们是天地人 彼此纠缠的 因此他们有互相的感应 那么当代的量子已经 已经用实验证明了 这种观点是对的 那么在我们奇梦的家 如何具体表现 那就是参数的联动 参数的纠缠和联动 每个参数的纠缠和联动 要考虑 我们不能孤立的看某一个参数 比如某一个参数 譬如人这个参数 是地盘的天干 譬如在征务宫 那么它会关联到天盘的天干人 譬如天盘的天干人 在离火宫 那么人可以联动到离火宫的信息 是不是 这样呢 而且天盘的人下面还做了一个地盘 那么地盘呢 也会去联动上面的信息 它有个互相联动的过程 那么过去在民间段的时候 把这种做法叫偷骂诈 一个骂诈跳来跳去 有这个参数跳到那个参数 那个参数跳到那个参数 彼此有关联的 那么实际上 它是量子纠缠护杆的一种表现 那么这一个我们在短句里头的 你注意到就行了 所以呢 希望同学们 站到比较高的高度 首先来认识 我们用的模型 本质上反映了什么 这三条 请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首先是个数理模型 然后跟I3广义相对论相一致 最后跟我们当代的量子纠缠护杆的理论 也是相一致等 好 那么下面具体说一下 九星本质上应该理解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参数的主要概念是什么 九星本质上是外环境 这外环境 那么这外环境值得是什么呢 社会的环境 我们的介绍现实来讨论问题 政治的环境 经济的环境 周围 就要反映这些理念 九星 当你逃得到九星的时候 会涉及到这么几个重要的理念 比如你个人的命运 跟这个九星有关 那么说明你周围所处的社会 政治经济等等这样一些环境 好还是不好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 九星的基本的结合胸 要搞清楚 我们来看看 所以极星的 主要是哪几个是极星 处理看 外环境是不错的 当然还有量子纠缠 其他的影响 哪几个极星 同学们 最大的极星是什么星 天秦 我们简称秦 这是君王之星 我们称为君王之星 然后再下面呢 天行星 给你的感觉也是好 然后天府 天任 天冲 这个总的给你感觉 是外环境是好的 总的感觉 当然是辩证法的 事物在某种条件下 可以把你变化 不要教条 我们学气功 一定不要教条 要辩证地看 那么我们看看 基本上是凶的星 是哪几个呢 最凶的星是什么星 天律 有问题 天律 代表问题毛病 生病 等等 不好 然后呢 天律 代表挑战和压力 这也是辩证的 如果打仗 你就会应用杀敌了 但是一般情况下 你这位不是打仗 就会有很多压力等等 破财等等 天律 还有什么 天鹏 同学们啊 你们都是学过的 应该很熟的 天鹏也是挑战压力大 而且这种挑战压力 往往是一种很凶狠的压力 一种黑道上的压力 这是三个这个星 我们还剩下一颗什么星 天鹏 天鹏呢 我们称为中平 笔上不做 笔下有余 并不坏 看它在什么情况下出心 所以呢 对九星的外环境 同学们以后 第一 拿起前面就要有感觉的 你没有感觉就是 往下放容易叫跳 感觉很重要 因为这个感觉就是量子纠缠 你跟这些参数有纠缠 你就有感觉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 九星的望向修求史 无中状态是什么定向 同学们 在天地人里面 九星代表天为主 还是地为主 还是人为主 天为主 天时外环境 我们把宫 看成天地人的哪一个产数 一个落宫 代表天还是代表地 还代表人 代表地 因此 九星代表天 宫代表地 就出现了天和地的关系 那么天和地的关系是 天影响地 还是地影响天 天影响地 因此九星的望向修求史 在落宫里面 就是九星跟宫的关系 叫天影响地 首先这个理念要建立起来 九星是天 然后地盘 地是宫 也就是这个就是 我们心和宫的关系 叫天和地的关系 心和宫同学 心和宫的关系 就是天和地的关系 而这种关系 你头脑要非常清晰 是天影响了地 影响了这个宫 这个宫的好坏 再去影响到人 因为地影响人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天影响地 这个理念要搞清楚 这样你状态就是搞清楚 地如果好 对人就好 所以呢我们就把九星的望向修求史 使用这样一种关系来定 我们举例子 比如天盆心 同学们 天盆心的望 应该是在什么地宫里 在哪个地宫 在哪个宫 宫叫地宫 在砍水宫 因为是同样的互相 正强的力量 水如天空 望在砍弓 下在什么弓 下在什么弓 墨弓 因为什么 天影响地 天是什么 水啊 地去影响地 水深木 那就对这个地就好了 这个地好对人就好了 所以呢 下在什么弓 那里呢 墨弓 墨弓 就是正墨弓 或者是蓄弓 正弓和蓄弓 正熏弓 这能量状态就不要了 修的 休息了 没力量的 需要休息了 这个是我生 一个生我 就是这个鸡 生了水 这道弓 这道弓 生完以后 母亲需要养月子了 需要休养 所以在什么弓 休在哪两弓 地对和前门 金 生了水了 这个地的 需要休息了 一定要记住 牢牢记住 这个天对地的影响 我们研究地 然后转移到人身上 相对于弓而已 哎 这个弓啊 这个弓是金啊 金生了水啊 这个弓怎么样 我研究的 觉得天对地的影响 这个地就怎么样 需要休息了 这个逻辑 一定要搞清楚 然后 球 在什么弓 球和使徒是相克的关系 你所需要抓住 球和使徒是相克的关系 前面望和相 是相生和彼合的关系 修也是相生的关系 导过来相生 而球和使 一定是相克的关系 那么球 在什么弓呢 在离弓 什么东西 水磕什么东西 水磕火 火还有力量吗 火灭量 就死掉了 反过来土磕水呢 水磕水磕ne 土也被消耗了 那么球到底是 土还是火 也能判断吗 土 对地而言 对地供而言 牢牢抓住 地供什么样的状态 球和死 死是最坏的状态 供除在最坏的状态 那么应该是土工 因为在土工 它打掉水消耗了 但是毕竟它是有力量 所以囚应该在土工 听懂了没有 所以囚在什么 庚和坤 旺在坎工 向在征训 修在对权 囚在庚坤 最后是死在哪里了 这个地死了 那就水怎么样 磕了火 这个地就是给没掉 地火给没掉 所以呢 死在火工 那就是死在离工 所以 九星的望向 就是能量状态被搞错 因为能量状态 这样决定这件事情 都好坏了 非常的重要 人家来打你 你很旺 你很弱 人家一打你 就死掉了 所以能量状态 非常重要 那么我们出学的时候呢 没有强调的特别多 因为你设计的参数和内容太多了 怕你撞不过弯了 现在也设计的参数和内容太多了 这是九星 希望你深刻地了解 下面我们讲八门 主要是什么 刚才 九星我们跟你讲的是外环境 同学们 八门主要讲的是什么 人际关系 八门是人际关系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将会是真美人 你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处在这样一个单位里 人跟人跟你好吗 主要反应就是 那么同样 这个人有鸡 八门有鸡雄中品 我们也来国内讲 一看也应该就很清楚 我们来看看鸡门 哪几个 很好鸡 首先鸡 八八主下面三个门 开修生 这三个就是 首先是鸡门 还有鸡门吗 有两个中品的门 叫锦门和镀门 我们先看凶门吧 然后露了你就会想起来 凶门哪几个 最凶的门是哪个门 死门最凶 然后商门 金门 这是亮节上 也可以看出 还有两个门是中品的 有笔上不足 笔下有 他的所谓吉凶的锦门 那就锦门和镀门 这是人际关系上的 宏观的 你能感觉出来 那么 下面我们来看看 八门的能量状态 八门的光向修求 这个指的是门对宫的关系 请注意 同学们 门对宫的关系就是人和什么的关系 人和地 宫就地宫 那么现在请问大家 人和地是谁影响谁 地影响人 对不对 这是反过来做的 地对人的影响 地影响人 好 现在我们可以 心统的回顾一下 老子道德经的三句话 你理解一定更清楚了 人 法地 地 法天 天 法道 道法之 对不对 人 法地 说明是 地影响人 你才要跟着地走 听懂吗 人法地不是人影响地 人法地是人要跟着地走 当然是地影响人 我老你怎么做你怎么做 所以这个话真好道德经是反过来说 听懂了 我这里说的是影响 比如天影响地 道德经是什么意思啊 地法天 你一定要回答错 对不对 它是导播来说的 概念是一样 好了 所以下面的 帮助的妄想修修是 你就要考虑 地对人的影响 好的影响就是好 不好的影响就是坏 能量就是坏 要这样来看 那么具体我们去我们 如 开门 同学们 望在什么宫 因为他说金 两个金 对他来说怎么样 是同宫 同母亲 比合的 两个宫应该是 哪两宫 对金宫和 前金宫 跟他比合的是 旺的状态 向在哪宫 现在地对人的影响 他是索金的 深当成对他好 所以什么 在土宫 也就是更宫和什么 宽宫 好 请问修在哪个宫 人要修习 金 生什么 水 所以修在砍工 人要修习 我生完以后 需要修习 求呢 他去客人家 客完以后 他消耗了 需要 动不了了 需要 需要趴在哪里 所以是金 客什么 墓 在墓工 就叫什么 正和训 什么情况下 他死掉了 地宫客他 把他客死了 火客金 所以在离宫 开门就是出于死地 所以关于八门的基本的情况 你要站在这样的高度 首先有个概念 老子里首先有这些 宏观的概念 非常清楚 这是八门的 重要的概念 下面 八神 同学们八神主要指的是什么 神秘的外力 你不知道 但是这种力量是存在的 贵人小人的力量 说完了就是 然后用我们说完了 民间说法 就是有没有贵人帮你 暗中 有没有小人折腾 是主要这个理念 八神会反映出这种理念 那么八神也有集合修 我们看看集神 同学们集神哪几个 第一个集神是什么 说福 这是最重要 这福是最大的节省 最大的贵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神是好的 福蛇 因和福武地天 一个一个排下来 福和面 蛇 好大坏的 我们这样 胸上也给他那里下来 这样你不会露 一边背一边 福蛇 蛇所以胸还是机 胸 疼蛇 阴和太阴怎么样 既阶也凶 什么意思呢 安中保护你 但是如果你要死呢 安中保护你死 你不就去阴间了吗 所以他有介有凶 所以呢 有介有凶 一般情况下 你做工作 令太阴是好事 得病 令死门令太阴就坏了 不是保护你死亡了 保护你死亡 你不就死掉了吗 这肯定是凶的 福蛇因六合呢 好不好 好的 多重力量在帮你 多重力量在帮你 然后下面 白虎呢 凶的猖狂的吗 玄武呢 哎 耍鬼脸之神 耍小手段来害你 玄武 用虚假的办法来迷惑你 所以他是凶的 九地呢 好的坏呢 既好有坏 一般情况下 九地就指的 当地 有人安中保护你 但是 如果断病 临死门临九地 好不好 你要落地了 所以九地呢 也可能是凶的 你要根据场合来定 好 我们看九天怎么样 一般是急的 什么情况下 他也是凶的 病的时候 断病临死门 临九天 上天了 落地了 那不就死掉了吗 到天堂去了吗 到地狱去了吗 所以 这些理念都应该很清楚 这样我们把八神的神秘的力量 基本有一个概念 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就是它能量状态 所谓的八神的能量状态 八神的妄想修求时 八神也有妄想修求时 按五行分析 按五行的属性分析就可以 它什么五行 你就定下来了 它的妄想修求时 它能同意 这个地方 地宫对它的一个影响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 假如玄武 请问同学们 玄武旺在什么宫 你知道吗 因为玄武说什么 说水 因此旺在水宫 就是砍宫 像在什么宫啊 它跟门一样的说法 嗯 什么东西 对不对 它能不能地 金宫嘛 金生水嘛 像在金宫 像在对钱 修在什么宫 他去生人家了 他没力量 木工嘛 修在正宫 和迅宫 好 求在什么宫 他去客人家 没力量了 被求住了吧 火工 火工 也就是离工嘛 最后 实在什么工 它被客死了吗 土工啊 土客水啊 更工和宽工 所以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感觉 你要非常清楚 所谓对奇名就有感觉 拿起来就有感觉 我寻不寻不寻 它体上有感觉 好了 这是八神 下面我们讲天干 天干 天干同学们主要指的是什么 天干是真正的天使条件 大自然的条件 更多的反应大自然 跟九星会一样 九星更多的反应外环境 社会 真实 经济 而天干就是大自然 你身在一个严酷的大自然 譬如我生活在一个充满雾脉的首度 那么说明我们生活在这里 这个不太好 那没办法慢慢改善 对不对 天使 更多的是反应罪 那么天干在 我们奇门局里有两种 一个叫天盘天干 一个叫地盘天干 同学们 这篇人懂吗 就我们每个孤立落起来 有两个天干 其中上面那个天干 叫天盘天干 下面那个天干呢 叫地盘天干 那么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天盘天干 更多的是反应 当今和未来 叫今后 主要是今后 今后的信息 就这件事情 当今怎么样 往后头又会怎么样 而地盘天干 更多的反应是什么呢 以往的信息 而过去 又怎么样 那么天盘天干 和地盘天干 有一个组合 叫天地盘组合 天地盘天干组合 譬如丙家丁 以家兴 就上面下面了 这个叫天地盘天干组合 那么它主要反应什么呢 历史和未来的关系 就是过去的事情 和将来的事情 有什么关联度 它更多的是要反应这些 那么我们通常 用一个术语 来表达它们的关系 叫舌干刻印 就是天干和天干之间的 互相组合的结果 叫舌干刻印 用这种方法来表述 那么今天 我们作为提高班 我们要增加一个 新的学问 叫岸干 暗藏的天干 这是以前也正被 跟大家交代了 暗藏的天干 简称岸干 关于暗藏的问题 在启奋登家 出厂阶段 这个概念没有理由 在明清时期 很多研究启奋登家的人 发现有序货 局端的不准 有问题 那什么原因 让我们正常的判断 错了问题 结果发现 美额工还藏了一个干 而这个干 恰好就是我们 断错的原因 但是呢 有争议 理由还不完善 还需要有更多的案例来证明 所以我在普通科里 没有展开它 今天大家只提高 暗藏的同学 我必须把它展开 就是它背后 还藏了一个干 这个干主要影响 是当前隐藏的因素 暗干指的是 当前隐藏的因素 实际上它关联到天盘天干 里的经 这个经 不仅天盘天干 有暗干也反应 所以应该将来 这两个都反应 经的问题 所以以后我们断绝 多了一个新系列 就当前的新系列 不仅仅是天盘天干 还有暗干 关于暗干 下面我强行跟你展开 现在还不展开 我把主要的道理讲完以后 我们再展开 关于暗干的问题 下面 天干的能量状态很重要 天干是二态 希望同学们对十二个字 给大家非常熟 我们简称怎么称啊 前五个字怎么说 生意带观望 要很熟 我们搞了个谐音嘛 生意带观望 做生意 带着当官人做 我们希望 叫生意带观望 我们就生意带观望嘛 就很好奇 你这样巧记这个五个字就记住 叫生意带观望 那么生就指着什么 掌声意 我们指物欲 然后是什么 关带 再下面什么 灵观 一定要出声来提高你自己的记忆力 最后一个 带望 带望 所以呢我们出了几个 说写的字嘛 出了五个字嘛 生意带观望 谐音 生意带观望 就很好记 生意带观望 就为了方便大家记 而这样说的 这个能量 是望上走的状态 其中 这五个能量状态里面 三个能量是大的 其他两个能量 是属于 酝酿结达 掌声 和 灵观 低望 对望向状态 我们称 成为望和向的状态 所以呢 所以望向状态呢 主要是 生 观 万 这 某个状态是这样 而那个酝酿结达 我们称为目关节的 是它这个酝酿过程 还没爆发 就像我们开始学习东西 然后学会了后机 爆发 所以呢 欲带 所以是 欲脸的 一个 结果 这是 前五个 那么 根据 物极必反弹的原理 到了地望 最望了以后 会怎么样 会摔 所以下面五个字 怎么说 摔 摔老了以后 就会生病 生病以后怎么样 就会 不行了 就死掉了 死掉了以后 到哪里去了 进坟墓了 那你这个人 再也见不到 绝 所以它是一个 非常符合人生规律的 摔病 是木绝 那么这个能量状态呢 肚子往下走 那么最凶的状态应该是什么 同学们 死 是最终的状态 死掉了 木呢 是有玄机的状态 把你安顿好 安顿好了以后对你活人好不好 就是阴宅对你好不好 它不都是坏的 它死了 但它会影响后 所谓 所谓阴宅 跟活着人的关系 绝囊 当然就不好 没了嘛 当然最重要是死者的罪权 这五个能量状态都不好 那么 这个人去掉了 他的后人还在 他就继续培养新的下一代 所以最后两个阶段叫什么 胎养 就是怀胎培养嘛 这两个阶段呢 我们通常称为什么 孕育阶段 孕育兴盛的力量 就是由趴到底的东西 慢慢把它孕育从一个向上走的力量 所以天干了十二个状态 你从零上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只好记 不用陪我现在按打的表格 以后你应该非常快的就记住 我教你最简易的记得办法 随便几个例子 比如平火的十二状态 你马上 这档表上就应该给我做出 首先我们找灵观和地望 这十二个状态呼应十二个地支 丙说什么五星 火 我们讲过了同五星怎么样 就是旺能 所以地支哪里是火 四火 五火 所以你马上对一个柄来讲 你马上可以找到在四火五火的地方 就是望向状态 四火在哪里 在这边 这是柄火 四火 还有什么 五火 所谓十二态就是对应十二个地支的时候 它的能量状态 十二态指的是对应十二地支 听懂吗 就是一个天干对应不同的十二地支的时候 它的能量就叫它的天干十二态 你首先从本质上搞清楚 能量指的是什么 好了 那么你看啊 肯定这两个是望向状态 一个是灵观 一个是帝望 那么到底哪个是灵观 哪个是帝望 你就根据阳顺阴涅吗 对不对 这些能量状态啊 还有一个规律叫阳顺阴涅 阳的天干顺时正转 阴的天干 涅时正转 一个是顺时正转的转 阴的天干呢 涅时正转的转 那你就很快就可以排出来了 你比如 冰火是阳火阴火 涅火顺时正也是 那么顺时正转 帝望后面是什么 衰变时勿绝 那还有计吗 不用这些表格计啊 你自己马上可以表格出来吗 然后衰变时 只是勿绝后面又变成什么了 太阳 然后生意在观望 不就马上出来吗 这十二状态多么容易写出来 如果你把道理搞得清楚 你看首先把这两个找出 然后孙师生和你师生确定了 那么十二状态就有了 所以这张表不用急 马上一看就知道他处于什么状态 会了吗 下面我们再请同学们自己来找 比如耿经 我不要 我们来个音的嘛 心经 十二状态你能马上在你子上写出来吗 心经 十二状态 十二状态就对应十二状态 首先找望向是哪里啊 所以我们生经有经 所以呢 你首先把生经有经给写出来 对不对 所以生经有经一定是他的望向的地方吗 那么一定是他望和向的地方 那么请问同学们 心经是阴还是阳 阴 孙师在夜市城 好夜市城你会赚了吗 那么 帝王是生经还有经 生经是帝王 先灵贯后帝王 所以生经一定是帝王 帝王后面会写的吗 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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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帝王 先找五星一样的地方 然后转圈就有了 这十张表有什么难的 他根本不需要你去背叛 自己一下就有错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两个不希望你记住 那就帝王对的是什么位置 灵官对的是什么位置 因为你这两个你首先找到了 你们看帝王永远跟什么有关系 帝王 我们先看灵官吧 这里看清楚 灵官主要对什么 灵官一定对决地 灵官对共一定是决地 你看那里是个灵了 先别查 灵官对共是不是决地 我们来看看 灵官 这是灵官 这是官 这是旺 你看是不是决地 太世冲了 决地吗 对不对 所以灵官对面一定是决地 听过了没有 看帝王对面一定是什么 帝王对面一定是什么 隐身处吗 隐吗 一定是什么地 太地 看看那里是不是太地 你看帝王对着什么 这个帝王吗 对着吗 太地 所以你非常快就找到能量 12状态 记住了吗 好 我考考你 帝王对面是什么 12状态 太 然后灵官对面是什么 决 地太灵决 以后被说了就很简单 叫帝太灵决 帝王 帝是太 灵死决 帝 帝 胎 灵 绝 那么这些东西呢 我都不希望大家 对 因为他将年龄放在这儿 不是被被东西的年龄 巧击的年龄 否则谁也记不住 这么大年龄 好了 这是关于天干十二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很重要的问题 那么天干十二台在我们齐盆顿家里 最重要涉及什么 国中人 请注意 天干主要涉及国中人 我们讨论事情 无非就涉及到人 所以人就非常的重要 那么人 里面包括了 第三个 我们以前 涉及的比较少的 同学们 人和人的关系 我们一般叫什么关系 天干十二台人 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人和人的关系 我们指的是社会关系 而不是人际关系 人和人的关系 在八字里叫什么关系 叫六亲 六亲关系 叫神圣关系 所谓六亲不认 就是这些关系 所以呢 天干里面涉及到人关系 有六亲关系 这样我们就把八字里面的学位 用到齐盆顿家 所以同学们 我们在普通科里 我们没有这个要求 提高科里 我们没有这个要求 各种各样的关系 在八字 在秦门里找六亲 比如这两个 男的找那个女小三 他们两个有没有四生子 这就涉及到六亲了 这个四生子 男的和女的 这都要用这个关系 天天搞没办 否则你是找不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六亲关系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 包括跟母亲的关系 还是跟父亲的关系 对不对 等等都六亲关系 关系好不好 对不对 兄弟姊妹吵架了 关系如何 这七人中家里 就是六亲关系的描述 所以这个关系 同学们以后要用起来 过去不敢讲 因为是不是这信息量太大 反而把你搞迷糊了 现在你学懂了 你知道哪些东西 我知道 窄区 请终缓缓接也清楚 这是第三个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 天干和八门九星这些东西 六十四个参数的内向非常重要 除了上面讲的这些 所谓的宏观的概念以外 它还有微观的概念 那就是《易经》里面 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学问 万物有内向 因为《易经》的文字 譬如《周易》这本著作 总共点字数 一万五千多文字 不可能把天下万事万物都写完 那怎么办 就用内向的办法 所以大家 以后要组合熟悉 每一个参数 内向是什么 现在我们不展开 在具体断绝的时候下面 我们就可以不断地用这个内向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小看 很重要 但是现在的音响 那么要讲半天了 每个参数代表什么 代表什么 没必要 我们就断绝的时候 加成音响就可以了 这是第四个 同学们应该掌握的 第五个就是参数的联动问题 过去我们在普通课里 讲的比较少 参数联动问题 就是这个量子纠缠的问题 和互动的问题 那么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这样 有地盘的天干 联动到 地盘天干 联动到天盘天干 然后再有天盘天干 再联动到天盘天干的坐项 就是他坐下面 就是他坐下面的 是哪一个天干 一般追踪信息 会这样来追踪 会这样来追踪 坐下去地盘天干 我怕你跟这个 第一个天盘 第一个地盘天干 相会 我随便去例子 譬如这里是 丁和人 对不对 这里是人和鬼 假如出现这个现象 那么这个人 就是地盘天干 他就会联动到什么 天盘天干 他的星星会连带过去 然后他再联动到 坐项这个天干 然后这个天干 不是还要连坐项吗 他的鬼出现在 可能出现在这个另外一部分 就叫联动 他等于整圈都会联系 实际上就是三个工 一般解决三个工的信息 听懂了吧 三角形 就是这三个工 互相有连带信息 在你搞不清楚的情况下 信息量 很不清楚的情况下 将会带出三个工的信息 譬如这个老板 他是搞物流金融 物流人水金融 职务 然后这个人底下 淋了个丁 说明他的搞的金融 这个物流 什么有关系啊 首先 跟丁有关系 丁是什么 互联网啊 他是研究技术里面 说小三没讨论婚意 在讨论行业 好意就讲到小三 对不对 上次那个刘总 上海 信息里看到了 物跟人 物代表金融 人代表物流供应链 所以他很可能从事金融供应链的动作 然后如果人 联动到丁 丁人和互联网 那么输出表面是 实际上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所以要学会这样 就增加性质的 当然本率都要用到 但是可以增加性质的 好 这个联动懂了吗 它是个三角联动 记住啊 怎么样的三角性都可能 有可能在这儿就是一个整角三角性 有可能是等边三角性 有可能异性三角性 这是以后我们提高水平 我关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第六个 基本局的分析 永远不要疏忽 基本局的分析 就那个局上来 你不要以为自己水平很高 就马上拿来就是断而不是 而把这个局的基本情况 不分析一遍 从年干月干热干石干 红空六级六五五 佛音反应先走一遍 这过去我们都说过 我讲一遍就应该体会 在这个基础上你在这儿断 不是怕你不懂 而是怕你遗留了信息 有时候可遗憾 你的水平完全可以断对这个局 就是因为你漏掉了某几个阐数 你结果没分析 非常可惜 所以基本局的分析 绝对不能束缓 这是第六项 第七项关于应期的问题 所谓应期 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 这笔还钱到底多少钱 等等 这个都叫应期应数 当然这个就更加宽泛应数 那么时间什么时候发生 那么主要有这么几个题句话 很简单 因为冲为动 冲动 就是这个弓 发生了这件事情 被冲掉 对冲 这个主要值 地支对冲工 冲为动 那么这件事情要变动 要实现冲为动 田为石 田为石 这个弓是空的 被冲开了 可以 然后动了这个弓 被田空了 空就变成石了 这件事情就成了 所以田也可以 冲为动 冲为动 实现了 田为石 实现了 明白了吗 这两个是最重要 另外就是 石 为 术 这四门 表达 术字的概念 还有一句话 我们不打用 耿为石 我这里 跟你注明一下 冲为动 主要指的 对冲工 田为石 就是 达本工 就到达本工 死为术 就是 则是祖术 搞不一词 同学们 耿是个那边的祖民 大祖民 就是你遇到耿 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被祖格在哪儿 所以呢 就是 叫耿 叫耿个 就是天干欲梗 这个字的 就会被 阻挡在那个日子上 那就这件事情要发生 啊 举个例子 譬如 这一个梗 上面一个人 梗为止 梗就把什么 挡住了 把人挡住了 如果在 上面年月的里面 譬如 某年 人月 某日 某时 说明月遇到了什么 梗的阻力了 啊 这就叫月梗 就这件事情 很容易发生到 这个月 就是 到达这位置 就是梗发生的时候 在前 这个上面的 那个 就是 啊 就是说 梗遇到了人 这个阻力就看人 如果对上了 才有用 这叫梗梗 对不上没用 天干欲梗 指的是年月的时 啊 年月的时 讲什么 年月的时 天干欲梗 那么这种 我们用的比较少 因为很多 灰力对的时 年月的时 天干欲梗 干欲梗 那么古书上呢 经常就 把这叫梗梗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当我 就是说 年 不管是年 或者月 或者是时的时候 如果年碰上梗 那么这一年 那么这一年要发生 越碰上这个梗 这个越要发生 越碰上这个梗 这一天会发生 那么是指的是 在这个梗里要发生 就指的是 这个梗里面 就现在就砍弓吧 就在砍弓里要发生 这个事情了 对 如果你讨论的 看到了梗工里的事情 那么遇到这个梗 那个梗 那么就 那个梗的话 这里的梗是在地盘上吗 地盘上 也可以在天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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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预阻的 比如这是钉 针破钉 那组在钉上 那么组在钉上 天盘地盘都一样 那就 那就看 哪个最望 望向 看望向的状态 它一个望向修修室 还有看那个十二状态 望得容易发生 所以它 各方面要组合起来 现在我跟你讲 这是一个零件 最后要变成一部机器去运作 那么这种我们用的比较少 我不是很主张 当然 这个组合起来看 如果遇到梗格 也能说明 那么就信心更大 这是关于应期同学们 一些主要的思考 下面关于终身局 今天上午就有同学来问 终身局的问题 关于一辈子的终身局 奇闷终身局 说到白一点 就是奇闷八字局 一个人的八字 放到奇闷里头去 那么奇闷八字局呢 那么奇闷八字局呢 累同所谓的八字 同学们八字里 年月日时 哪个是生命的核心 还记得吗 热干 热干为我 是生命的核心 因此情问局里 一个人一辈子的重大信息 同样是热干和核心 热干为我 就是热干和核心 是生命的核心 这个理念都是一致的 所以看终身局 那干为我 你首先要看 那干为我 因为是八字 下面 除了个人 个人的洪患分析 个人的无犯公息 无非是 官就是私人 财 财运 然后 还有什么 官财运 学问 对不对 然后在下面什么 我们这个八字里讲的什么 上师 上师 对不对 子女 官财运 子 简称子 官财运 子 最后是什么 铁财 铁财吗 铁贴吗 有朋友兄弟子 卖吗 所以官财运 子有 要 个人的洪患分析 会涉及到你的 事业好不好 财运好不好 硬好不好 死好不好 有好不好 但是 还有个人 很重要 别忘了 还有什么 身体 身体 请同学们注意 婚姻包括在哪里头了 对于女性来讲 包含在官里头了 对于男性来讲 婚姻包含在财里头了 所以这里头 按判着婚姻 已经跟你讲清楚 这是一个 首先第一个问题 要注意到 第二个 里面说到 榴莲 每一年怎么样 那么榴莲有干和之 年干 年之 那么这个 公 支出银毛 是固定的 年质是固定的 就是从你属相 生下来的那一年 由这个属相开始 算一岁 然后 后面接着这 譬如 他今年 并生年生的 那么 生 是一岁 有十几岁了 两岁 生有序 是三岁等等 就要征牌 然后呢 转一轮以后 加十二岁 十三 十十 十五 等等 就是榴莲 就这么把它转出来 都会转榴莲 这是 第一季的榴莲 还有天干 你现在不是丙之年吗 丁后面是什么 丁 雾 丙得个宫 是一个地方 但是订得个宫 就可能跳到另外一地方去了 所以呢 这也是反映的 一岁 两岁 三岁的 也反映这些东西的 你两个要综合起来看 过去我们仅仅让你看地址 好不好 实际上天干也有影响 就这一年的流年 天干地址都是有影响 所以情门决定 如果你分析了戏 也应该把这个也拍出来 去走 每一年就这么走 天干怎么样 地址怎么样 这样就搞清楚了流年的情况 这样更细了 另外 宏观来看 你的少年时代怎么样 青年时代怎么样 状元时代怎么样 老年时代怎么样 怎么看 你这辈子少年情况怎么样 我们首先说男的 怎么看 你知道吗 少年看哪个宫 少男的宫是哪个宫 不是看根宫吗 所以呢 男的少年就看根宫 是主要的信息 你的少年时代大提情况好坏 不就看根宫吗 对不对 青年呢 中男呢 什么宫 砍宫啊 砍宫啊 第二个洋啊 抓年呢 那就展男吧 展男是什么宫 整宫第一个圣出来的 对不对 老年呢 老前嘛 老阳嘛 对不对 前宫嘛 所以啊 这些你啊 都是道理懂了以后 非常容易分析 比如说 你可以跟你说说 你少年情况怎么样 青年怎么样 壮年又怎么样 比如有的人是 少年不胜 后面越来越好 哦 你是往来得福的人 或者前面对方后来查 又 前面一份的路纱 后来注意 老年命不太好 老年命不太好 无非是没容管你 子女可能不孝了 对不对 子女把你的钱房都拿走啊 等等嘛 对不对 好了 女性怎么看 一样的你的分析吗 少年 青年 壮年 老年 同学们 少年什么功 对功啊 对金管 对上去啊 最后一个生出来的少女啊 青年时代呢 黎中虚啊 中间那个生出来的 庄年呢 虚下官啊 第一个生出来的 这个老女子啊 虚公 不叫老女子 就是一个中老年的女子嘛 对不对 老老年呢 困公啊 所以呢 这一辈子里头 记录的信息量呢 是非常多的 终生与理由 终生与理由 啊 所以呢 一辈子到 这是神经浪的分阶段呢 留念更细嘛 对不对 下面是分阶段嘛 嗯 嗯 嗯 那我们 速白了 请问就利用信息 分析信息呢 本事就在这儿了 啊 这是 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下面我们就要给同学们展开一个 土同伴你从来没讲过的 暗竿的问题 暗藏的天干怎么走 啊 所以呢 下面要引落一个新的内容 大家一定要好好听 过去我没展开 暗竿 也就是暗藏的天干 它主要是涉及到当前的暗中的情况 就是当前他们是不是还狮子来往了 当前是不是正好生了一个师生子了 等等 就是一些隐秽的事情 往往通过暗竿去揭露它 首先把概念搞清楚 下面就要告诉同学们 暗竿是怎么定下的 暗竿的确定 暗竿的确定很简单 使干 落 则十能工 就是你 启决了死干 进入则十能工 就称为阳干 但是有两种情况 安甘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时干与则是能宫中的地盘天干 不相同 这句话我用一个图来跟你说一下 你就懂了 安甘的第一种情况 时干与则是能宫中的地盘天干不相同 好是这样 你看一下 譬如 这里有一个商门在这 是则是 譬如这里所现的丁和一 现在的时干是人成事 同学们 人成事的时干是什么 是不是人 然后这四门 工作的地盘天干哪一个 这四门 工 不知道在这里吗 这四门工作的地盘天干是哪一个 对吧 对吧 这两个同不同 这两个是不是不同啊 那 使干人 与这四门工作的 天干 仪 不相同 安甘就从这里一起 安甘 安甘 自 本宫 听懂了没有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啊 没关系 因为你第一次接触 我们过去从来没讲过 首先这个奇问局已经跳出来了 这是三门 他已经在其题目局里告诉你的 丁家一原来这里本来就有了 这三个常数本来就有的吧 现在你问的时间 某年某月某日 人成事 你问的时间的是干是不是人 好了 这个人跟这个仪相同不相同吗 不相同的时候 暗甘 在人就从这里开始 所以暗甘为人在这 暗甘就是义 懂吗 这个功德暗甘为 这个功德暗甘为人 就为人了 为人 听懂了没有 这第一条 你首先要听懂 暗中的 暗中的干 没有写出来的 人 那么这个暗甘人的话 所有的暗甘都要排出来 就是这个人啊 人就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人就躲在这个宫里头 听懂吗 暗就躲在里头 暗藏吧 暗藏在对宫里头 跟你听懂了没有 人就你问的时间 比如今天城市问的 叫人城市问的 那你那个暗甘为从本宫起 什么意思 你毕竟 第一个暗甘的位置都没有 第二个暗甘在哪里 存现会了 现在在 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 再去的例子 你来告诉我就完了吗 我们现在 别着急 瞧现在这个时间 小李 你另外在吗 回来 把现在的启蒙就超出来了 请你告诉我 暗甘在哪里 现在就现实的启蒙 现在就现实的启蒙 你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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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如果你听懂了这个 你断权又剁了一把钥匙 又剁了一把重要的钥匙 那等于说每个工材都有暗甘了吗 每个都有暗甘 但是讨论的时候 如果不涉及到它 你写来没 你用到 比如这个小三躲在这里 钉 小三躲在这里 有暗甘人 丁人和 然后人家一 叫什么你就出来了 你看暗甘有人吗 功力有丁吗 丁人和叫隐灰之和吗 这个小三躲不善不死的事情 然后 然后人家一 小时候画龙吗 他这个小三要去的 这个女的当 到正会 到真的那个老婆来 人家一是老婆 人家一叫小时候画龙 他这个时候要变成龙了 取代他老婆的这个小三 那就问题大了 还有那个想法 每个工都有暗甘 但是讨论的时候 涉及到它才说 就像天干 你讨论到什么干才说 比如你讨论到人才说 你讨论到这个工才说 如果你讨论这个问题在这个工 暗甘人没关系 整个这个工的暗甘有关系 懂吗 每个工都有暗甘 现在我只是告诉你第一个 下面在哪里 还没告诉你 那你来来先看 看一个局 你那个具体局 你就知道暗甘的意思了 还有他说听话 相同的时候怎么办 这我讲的第一种 那其他地方的干 跟那个英居 别着急 看这个历史 看懂这个历史 不就懂了吗 我马上弃个局 找暗甘吗 比起啊 你刚忘记处了 我们把这个概念讲完休息啊 以多一个新的重要的手段 暗甘的作用是什么 再回说 暗甘的作用是什么 再回说 首先知道怎么走暗甘 如果不然怎么走暗甘 再回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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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